未在台東市的更生路上 日前發生了離奇的偷竊事件 一名流性電腦工程師一早到店裡 打開鐵門之後 發現收銀機被打開 馬上檢查金錢以及店內的物品有沒有短小 發現錢和店內物品都沒有少 立刻檢查了錄影監視畫面 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進出 仔細檢查之後才發現是烏龍一場 原來是老鼠 誤觸了收銀機的開關 才把收銀機給打開了 還好只是烏龍一場 幸好有監視器畫面還原真相 才抓到原來這一名誤觸收銀機的嫌疑犯 就是這隻老鼠 東海宣布的綜合報導